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割草布有没有用 还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我们看这个根是从这个周围的缝隙里长出来的 这下面是没有长 即使有很粗的根 这下面你看 这一个是非常粗的 这里非常粗的根 但是它没有上来 所以我们需要再改进一下 这一次我改进了一下 把旧的去掉以后 用的是两层的割草布 这个割草布就是Costco买的 挺便宜的 一大卷才30多 首先我们给它把钉子钉上 用这个Garden Stable把它钉好 然后准备在边上加一块木板 这样的防止它从那个间隙往上涨 所以这次我们加了两层割草布以后 我在边上加了一块板子 因为我们主要的杂根是来自于这边的Pum Tree 就是这边 这头差了一点 我就用这个技术针给它密密麻麻的钉了两排 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下面没有加割草布 看这个坑里边的根是多么的可怕 看没有 这全部都是根 满满当当的 你看 这个月季就会越长越差 这边本来是我三个花香 我种的是奥斯丁的一些玫瑰 但现在都给巴拉出来了 看 太多的根了 这是第三个花香还没有挖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长势就很不好 这个是奥利维亚 相对来说 我觉得比其他地方长得就要差非常的多 这一个藤本你看就一根竹枝 这一个也是一根竹枝 如果我不给它挖出来重新弄的话 我想明年会是越来越差吧 所以说 刚开始没有经验或者是做得不够好 没有办法就都重来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在一开始的时候 把这防止根长上来的工作做好 看我们家的宝贝监工 每天陪着我干活 还站得很高 我现在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今年的种植箱 做了哪一些改进 第一个就是要重点 要防止根长进来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它主要是从侧面长进来 所以我第一步是在箱子的最底下 就加了木板 防止它从边上钻进来 还要重点提示一下 做种植箱的时候 最好是用这种比较厚的木板 这个是两英寸的 我最开始的一批用的是一英寸的 一年以后就看起来很旧 而且容易烂 这种防草的布到底怎么放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放在里边 看起来比较整洁一些 你看不到 但是要从底下加木框 第二个就把包在外面 因为包在外面的话 这个根肯定不会从空中生长 所以就说它就不会从缝隙里钻出来 但是如果这个格草布不结实的话 如果烂掉它就可以从下面长起来了 所以买格草布你可以买质量更好的 有那种专门很厚的一种 那种我也买了 但是这种我用双层我觉得也可以 还有一个注意的问题就是 有些地方像下雨比较多 那大家会担心就是这个格草布 它漏不漏水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这里不存在 因为下雨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但是如果你那地方的下雨比较多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 你控制这个防草布的格草布的高度 像你如果只有这么高的话 那下面最多就只能够保存这么高的水 那么这些都给它去掉 那上面的水就可以漏掉 然后在这下面一层就多加一些 粗颗粒啊 或者是一些树叶什么的 就相当于给它做一个缓冲层吧 下面像一个compost病一样 那样的话 只要把这个种植箱做的稍微深一点 也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下雨也没有问题 而且它下面总是可以保存一些水 或者最下层比较湿 对植物的生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下一个我的一个特大的改进就是 大家看到我上次绑藤月的时候 就用了几根棍子 但是我没有跟大家讲具体的细节 其实看我这根棍子 这一个是2x2 然后好像是8ft 然后我给它裁了一小节下来 因为8英尺放上去有点高 你看 然后我在上面钉了很多的钉子 这一个钉子是这一个程度 我买的这一种 你看 8x2英寸 然后我留了一小层 这样做的话 就是当我把这个放上去以后 你看我这样把它放上去 第一个目的它是把两个种植箱连在一起 固定它不会移动 第二个就是将来长起来以后 我的每一根长的枝条就这样架在上面 就可以直接绑了 所以这两个钉子间的距离 你看 大概就是20公分 就是20厘米的样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样的以后 你绑扎起来就特别方便 那一个种植箱或者 我现在这里有三个种植箱 其实我只要竖三根这种木条就可以了 三根到四根吧 可能用四根 那其他的话 中间插一根小小的竹棍子 就绑起来非常的轻松方便 如果种铁线帘的话 我要推荐用Costco买的那一种 我给大家看一下 重铁线帘可以买Costco的这一种支架 非常便宜 没有打折也就20多一点 打折也就17 而且质量非常好 你看这是一年之后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还发现它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你看 我现在这里是两颗亚伯拉罕 我就直接让它做一个拱门一样 现在它们两个长起来 然后顶上就直接把它拉过去 这样就成了一个最简单的拱门 而且质量也不错 好了 希望我这个视频 对有我同样问题的花友有帮助 虽然我的视频阅读量不大 但是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 像我这些重新弄 请人帮忙 劳民伤财 而且他也不可能天天来帮忙 剩下的我还得自己重新给他做 也就是说自己还要花很多时间 如果是一次到位的话 那就会好很多 希望这里对大家有一点启示 我们轻松种花 就是刚开始烂一点 以后就越来越容易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